好 我們就要接著看 所以佛陀就跟這些比丘講 那麼你們到底是為什麼來出家的 難道不是為了解脫生死輪迴的苦嗎 生死輪迴是來自於煩惱 所以你們起煩惱的時候不知道起煩惱 知道起煩惱的時候不知道要調伏煩惱 基本上問題出在這裡 還維護自己的煩惱鞏固自己的煩惱 放縱自己的煩惱 這個叫做懈怠下裂思念不定 基本上都是針對你沒有察覺自己的煩惱 察覺了你沒有辦法去控制調伏 乃至斷除你自己的煩惱 失去了正念 所以諸根迷亂 就完全受煩惱所控制 所以這個就是之前講的 為時死者則為時死 就是由煩惱所控制 而不是你在控制煩惱 那你知道你要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學會控制煩惱 就是要學會控制煩惱 那現在已經失控了 只要知道你執著什麼 在意什麼 而且你並沒有控制煩惱 覺察煩惱的這樣的 一個習慣性 所以你就為煩惱所控制 所以我說 他這裡講 譬如四夫 就好像有一個人 從暗入暗 從明入明 從憤策出 墮憤策 以血洗血 舍離以諸惡 凡父取惡 他的意思就是說 從一個黑暗的地方 到一個黑暗的地方 從無知到另外一個無知 其實就是 你本來在家 你本來還沒有學佛之前 還沒有出家之前 你是有煩惱的 你是為了 因為有煩惱 讓你不斷造業 因為要造業 讓你受苦 那麼不斷地輪回受苦 你就是因為要解決這種問題 你才來學佛 才來出家的 就是說 你要來學習 怎麼樣斷除煩惱 怎麼樣 因為斷除煩惱之後 而不受苦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是滅除煩惱 煩惱不滅除 那個業一定會造作 因為煩惱會造業 造了業一定要受苦 所以 從佛法來講 只有滅煩惱 沒有滅罪 沒有滅業的這種概念 因為煩惱滅 業才不造作 業不造作 才不會有罪 那麼一旦 業成熟了 它就必然要受爆 一旦受爆了 就不得不受苦 就是罪 就不得不受苦 所以你能滅的 只有煩惱 你能滅的只有煩惱 但是要滅煩惱之前 首先要能夠調伏煩惱 你調伏都調伏不了怎麼滅 所以你來出家 來學佛 不就是要學習怎麼調伏煩惱 怎麼滅除煩惱的嗎 那你現在是帶著煩惱 要來學習怎麼滅除煩惱 怎麼調伏煩惱 怎麼控制煩惱 你來學佛的目的 來出家的目的 就是這樣 現在你卻帶著煩惱 來增長煩惱 那麼不想要滅除煩惱 那這個就是什麼 從暗入暗 從一個黑暗 因為你在家 你不學佛的時候 叫做愚痴無吻凡夫嗎 愚痴嗎 是一種黑暗嗎 那麼因為你不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為什麼會受苦 我為什麼克制不住自己 我為什麼一直起煩惱 你不知道 你需要學習一種方法 那麼你就是來學習這種方法 叫做滅苦之道 滅苦的方法 控制煩惱的方法 調伏煩惱的方法 現在 你從煩惱的地方來 又進入到另外一個煩惱境界裡面去 從黑暗的地方來就是愚痴無吻嗎 那麼進來之後 你一樣的愚痴無吻 就從明入明 從煩惱 煩惱就不親近嗎 憤撤 就好像我們在憤撤一樣 我們在煩惱堆中 就好像我們在糞坑中一樣 出來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離這個愚 煩惱 出來啦 想要過親近的生活 結果 到了這裡 依然起煩惱 造惡業 那麼還維護你的煩惱 那麼 就是從糞坑出 就表示 他沒有學佛以前 就像處在糞坑一樣 其實就是周遭都是貪稱吃 那麼你自己也貪稱吃 那周遭也都貪稱吃 現在你好不容易 想要脫離這樣的環境 脫離這樣的心態 要出來學習怎麼樣洗乾淨自己的身體 用髮水 但是 來了之後 你一樣是那一種 從糞坑又出 剛出來沒多久 開始又爭吵了 鬥爭了 那麼又進入到一個糞坑 那麼用血來洗血 就是說 用煩惱來調腐煩惱 用煩惱來止住煩惱 沒有辦法 用血 就好像用血洗水 要用水 要用髮水 用水來洗血 而不是用血來洗血 就是用煩惱 用煩惱來讓你不煩惱 但是這樣嘛 我起煩惱了 那我是因為他起煩惱了 所以我只有調伏他 我才不會起煩惱 那這個東西就有點像用血洗血 舍離諸惡 反復取惡 還是一樣 你舍離的 你要處理的這一些惡業惡因惡元 那麼你就是因為要活得清淨 要獲得激淨 要得到離苦的境界 那麼現在你又回頭到這種層次 我跟你說這樣的一個批譽 一般魚吃無聞的凡夫 叫凡魚比丘 也是這樣子 那麼佛陀舉這個批譽 其實佛陀好像好幾次都在舉這個批譽 那麼就是從名入名這個 我們看一下五百二十五頁 可以對照看 其他的經典裡面也有 這個扎阿涵 中阿涵也有 五百二十五頁 看一下最後一 一二四五經 就是後面那個一一四六經 可以對照看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他說也是在奇緣經社 那 奇緣經社這個時候波斯逆王 來到奇緣經社 那麼頂禮這個佛陀 那麼就跟佛說 那麼婆羅門 說 婆羅門死了 會不會又生到婆羅門 岔利 廢舍 守陀羅 就是 婆羅門死了 他會 下一輩子還會生為婆羅門嗎 那廢舍 岔利利 守陀羅 是不是死了一樣 守陀羅死了 是不是一樣變成守陀羅 講這個啦 他們有世信階級嘛 那佛就跟國王說 哪裡會這樣 他說 不一定 他現在是婆羅門 因為印度人認為 婆羅門生生世世都是婆羅門嘛 就是這樣 那 岔利利也是這樣 就好像是種信 就是 原來就是這樣子的 好 那所以他有懷疑 懷疑說 這個 現在是 這一生是婆羅門 那下一生 他還會是婆羅門嗎 那岔利利是不是也是這樣 廢舍也是這樣 守陀羅也是這樣 好 那麼 佛陀就跟他講 他說有四種人 那四種人呢 你看 這個就是講 因為這個 這裡的五十五經 只是講到 從岸入岸 從明入明 那這裡有講四種 那麼從岸入岸 從明入明 其實就是一種而已 就是一種 就是從不好的地方 離開了 但是依然到不好的地方 從不好的狀態 離開了 依然到不好的狀態 是這樣 好 那但是 佛陀跟波士尼王講 有四種 有四種 他說 有一種人 從明入明 就是 就是現在 這五十五經 雜阿涵在說的這一種 不管是在家出家都一樣 好 他說 第一種 有一種是從明入明 從黑暗到黑暗 有一種是從黑暗到光明 明就是黑暗 那明就是光明 有一種 從光明到黑暗 有一種 從光明到光明 就是四種 光明黑暗 就是魚吃跟智慧 那麼 大王 哪一種人是從明入明 好 他說 有人 生在這個 這個 比較不好的家庭裡面 悲信家 就是 比如說 手陀螺 那麼 或是說 沾陀螺 沾陀螺是手陀螺中更差的 這手陀螺裡面也有分 那沾陀螺是更 手陀螺裡面更更看不起的 魚獵家 足作家 車師家 急於種種下見工草業家 貧窮短命 形體憔悴 生出來的這種夜暴身也不好 就長得不好看 那麼身體也很弱 而復修行 卑賤之夜 但是 所以 這個身 現在擁有的狀態叫做果暴 果暴是從夜來的 那麼他不好的果暴 他又去造作不好的夜 就是 以後會讓他成為卑賤的夜 所以我們 我們有煩惱的果暴 那我們又起煩惱造夜 那麼以後還是煩惱 還是生死 所以 復修行卑賤之夜 義父為人下見做死 世民為民 就是說 他本來 本來 出生的時候果暴就不好 但是他因為果暴不好 他又做不好的夜 所以 會讓他 下輩子 他依然 所以 這一輩子 他已經在造作他下輩子的夜暴身了 其實是這樣 但是因為他造作的又是卑賤下見的夜 所以他下輩子 這種人 假設是守頭樓就會生到守頭樓 其實是這樣 好 他一樣 在生的時候 一樣會貧窮短命 形體憔悴 所以 所以他說 處失明中 復行生惡 口惡 義惡 以事因緣 生患命中 當生惡趣 墮泥泥泥中 那麼 甚至更差 從小惡到大惡 從小岸到大岸 他還會墮上惡道 而不是人中的守頭樓而已 甚至會墮三惡道 那麼 譬如有人從暗入暗 從側入側 以血洗血 捨惡受惡 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簡單講 跟比丘簡單講 那這裡就詳細講 從明入明者亦復如是 事故名為從明入明 從一個不好 地方到另外一個不好的地方 甚至更不好 是這樣 那從哪裡決定 從他的業決定 什麼是業 他的身口意就是業 他怎麼想 怎麼做 怎麼說 那麼 這個通常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有境界線前的時候 好的境界跟不好的境界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人的習慣頁 你就會看到這個人的煩惱項 你就會看到這個人的業項 所謂煩惱項 業項 苦項 基本上 它是連結在一起的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種人 那第二種是 從黑暗進入光明 就是從雜染到清淨的 那這種是什麼呢 有四間人 他出生不好 乃至為人做諸筆葉 那就是說他出生不好 生活過的也不好 但是這個人 雖然 雖然這樣不好 但是身口意都怎麼樣 都是善的 因為這個因緣 他會生到善的地方 生到天上 就好像有人 登船跨馬 從馬生向 從明入明也一樣 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麼這個人叫做從明入明 從黑暗進入光明 那這個就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煩惱來講 這個人本來是很容易 就是被人家欺負 比如說 他的因緣不好嗎 他容易被人家欺負嗎 那 容易被人家看不起嗎 那麼 但是他處在這一種 很容易起煩惱的狀態 那 他 努力的克制自己 努力的學習善法 別人罵他 他就 他不罵 不但不罵別人 而且還讚嘆這個人 而且還原諒這個人 那 別人修 惡法的時候 他在修善法 別人生氣的時候 他起慈悲心 那 他常常這樣做 常常這樣做 所以 這一生他就會捨掉 因為這一生的 這一生的夜緣 是過去生或今生造的 那麼今生不再造了 所以夜說完就沒有了 所以他會有新的夜 他會有新的夜 那麼 新的夜是光明的 是好的善業 所以這個叫做 從黑暗進入光明 那這個有點像說 我們本來是煩惱眾生 但是我們來學習佛法 開始捨去我們的煩惱 盡量調伏我們的煩惱 別人起煩惱的時候 我們不起煩惱 那我們起煩惱的時候 那麼我們盡量調伏 我們自己的煩惱 那我們不是 我們起煩惱的時候 放縱我們的煩惱 別人起煩惱的時候 我們也跟著煩惱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你就會越來越煩惱 這個就是從黑暗到黑暗 但是 我們本來是 充滿著煩惱來學佛的 因為其實我們 剛開始學佛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煩惱不煩惱 我們只知道 我們希望幸福 我們希望快樂 我們不要受苦 大家都是這樣 但是你要知道 苦是從夜來 夜是從煩惱來 這個是我們透過學佛 我們才知道的 那我們才知道 那什麼叫做煩惱 那為什麼要調伏煩惱 要怎麼調伏煩惱 透過戒 控制煩惱 透過定 調伏煩惱 透過會 斷除煩惱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但是這 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斷除煩惱 先要培養 你知道什麼是煩惱 怎麼樣 調伏煩惱 這個就是絕 正念正知 那你這個是透過學習來的 那你學了之後 你就能用得上 當用得上的時候 學佛你就會向善 向上 向解脫 基本上是這樣 那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從 調伏煩惱 覺察煩惱 控制煩惱這邊下手 那麼 你經常在起煩惱 就算你常常在念佛念法念生 那個只是嘴巴念佛念法念生 心裡面都念貪念真念吃 那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而且那個是二六十鐘都在念的 就睡覺的時候也念 那麼不睡就是吃飯的時候也念 那平常的時候也念 因為你那是習慣 那麼根深底固的習慣 所以你必須要轉變 要轉變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從黑暗進入光明 那這個是一般的人都是這樣 從黑暗進入光明 那有些人從光明進入黑暗 就是有些人 他本來煩惱沒那麼多 是有錢人家的 富樂家 或是這個家庭很好的 不愁吃不愁穿 沒有那麼多煩惱 也沒有那麼多痛苦 但是還是有煩惱喔 但是煩惱沒有那麼出眾 沒有那麼多啦 沒有那麼多啦 那這個所以他是 差地利婆羅門長者大姓家 富樂家生 多諸錢財奴婢 客死 那麼又什麼樣 又學習很多 知識很高 又端正 男的長得 男女長得都很莊嚴 又聰明 人見人愛這種 這種基本上是他過去的果報好 他過去的果報好 那麼這個業報生好 業報生好 一定是他過去造善業嘛 少起煩惱 不是沒有煩惱 凡夫都有煩惱 只是少起煩惱 少起出眾的煩惱 少造作出眾的惡業 所以他現在有這樣的比較 看起來相對於 一般的人來講 比較殊勝莊嚴的果報 因為他有殊勝莊嚴的業 有殊勝莊嚴的心 是這樣 但是這種人 那麼 他 仗著他的聰明 仗著他的莊嚴 仗著他的知識 仗著他的權力 也有很多啊 權力越大高的 那麼 這個 他越富樂的 他有時候造起越來越狠 所以仗著他的這樣的一個殊勝的果報 身口一行惡 這樣的人 那麼生壞命中 會怎麼樣 墮到惡道裡面去 這個就是從光明 進入什麼 進入黑暗 就好像從高樓 高樓是很高的嗎 比大象還高嘛 那下來換什麼 換象 又下來換馬 馬又換來換車 車換來換床 床又墮到地上 坐在地上 從地上又落到坑裡面去 所以越來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好 那我們要察覺於我們 我們的心是越來越高 從這個坑爬起來 到這個象 到這個馬 到這個象 到這個格樓 還是從格樓往下墮 就是 越來越煩惱 越來越煩惱 還是 越來越不煩惱 其實簡單就這樣 因為煩惱才會造業嘛 以你的心 以你的心造作的業 以煩惱的心造作的業 如果你是不煩惱 那你雖然造作的惡業 那麼這個有時候 業力不強 因為你只是 你不是依煩惱心的 那麼重點是 你帶著煩惱 那麼努力去造作你的惡業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從 從這個高樓到坑 落坑 這個坑還是糞坑 所以 從明入明者也是這樣 那麼有一種最好的 就從光明到光明 這種通常都是正見真上的 或是正出國的 他一定不會往下掉 他保證不會墮三二道 那麼他本來就光明 但是依著他的光明 藉由他學習佛法的知識 智慧 煩惱越來越少 他越有知識 他越能調伏煩惱 他懂得越多 他的煩惱越少 他越有能力 他幫助的人越多 就是這樣 那前面的不是 越有知識 越讓人家起煩惱 越有能力 越傷害別人 現在這種不是 現在這種是 他佛法入心了 那麼他能夠正確地掌握住佛法 那麼佛法的作用 最大的作用就是在調伏煩惱 讓自己沒煩惱 那麼更大的作用就是 也讓別人沒煩惱 其實是這樣 這個是佛法最大的使用 就是智慧 什麼叫智慧 知道如何不起煩惱 知道如何調伏煩惱 知道如何讓自己 從有煩惱到沒煩惱 從多煩惱到少煩惱 從重煩惱到輕煩惱 這個就叫做智慧 不起煩惱的能力就是智慧 能夠調伏煩惱的能力就是智慧 能夠預防煩惱的能力就是智慧 更大的智慧叫做什麼 不但調伏自己的煩惱 還可以調伏別人的煩惱 那這個比較難一點 但是也是可以增長的 那麼這一種多數 基本上正見真上的人 他還是凡夫 正見真上的人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決定不做得到 而且他決定可以向解脫 那麼正出國 惡國 三國 這些有學的 他雖然還有煩惱 但是他會藉由他 長期熏悉的佛法知識 如理思維 他漸漸煩惱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肯定往上 決定不往下 那麼這個 這個就是從光明 進入光明 所以他說 生富樂家乃是形象端嚴 那麼 藉由這樣的智慧 那麼生口義去行善 用這個因緣生壞命中又生於善去 那麼這個是對波士尼王講的 那麼所以他還是人天善的 但是從佛法上來講 他可以在初三界 從玉界到色界到無色界一直往上去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四種 從明入明 從黑暗進入光明 從黑暗進入黑暗 從光明進入黑暗 從光明進入光明 就是從智慧到有 從有智慧到沒智慧 從沒智慧到有智慧 這光明就是智慧嘛 所謂的光明就是智慧 所謂的智慧就是 知道如何調伏煩惱 不起煩惱的能力 心有智慧就是 心不起煩惱嘛 心有光明就是心沒有煩惱嘛 就很簡單的道理 好 那麼 我們翻回來 就講到這個 他說 四夫 從暗入暗 從明入明 這個是其中的一種 佛講有四種人 這是其中的一種 那憤策 剁憤策 以血洗血 舍離諸惡 還取 凡復取惡 我所此弊 凡復比舊惡 亦復如是 又復屁如 焚屍火勁 這個勁就是 那個火燒剩下的木頭 就是燒屍體 因為印度人都是 兩種 兩種方式 一種叫做天葬 放到石頭嶺裡面去 給它自動爛掉 另外一種是 用火燒 叫做火葬 中國人以前沒有火葬的 不過最近都用火葬了 不火葬不行了 中國流行土葬 那華人的系統 基本上就是以土葬 但是現在也改變了 因為沒有那麼多土地 所以開始都用火葬 那印度人就是用火葬 所以都要用木頭燒 所以焚燒 屍體的這個火 的木頭 木材 燒剩下 有的沒有燒完 有些沒有燒完 煎氣總煎 那麼就丟掉了 那不為僑伐之所採食 就是這些燒屍體 燒剩下的一些木頭 那些撿木材的 要回去燒飯的 也不會撿這種木頭 不會 這個還是木頭啊 也還是可以燒啊 但是因為這是燒屍體剩下的 它不會撿 剩下的一些它也不會撿 所以煎氣總煎 所以這些採 撿木頭 因為以前的人都要撿木頭 回去燒嘛 那它不會去那些 石頭林裡面撿 因為裡面還有剩下一些 沒有燒完的木頭啊 它不會進去裡面撿 不會僑伐之所採食 我說此屁 那麼我為什麼說這個屁 是什麼意思呢 那麼魚吃的凡夫比丘 而起貪欲 急身懶濁 那麼稱慧凶暴 就是因為它有我見 有我愛 那麼所以獻出來就是什麼 這個懶濁像 稱慧像 凶暴像 懈怠下裂思念不定 諸根散亂 其實就是從他的感官裡面 他為煩惱所控制的 現得是煩惱像 起貪生吃嘛 所以異負如是 諸根就是眼耳鼻舌生了 異 六根 然後我們說要都射六根 現在它是六根散亂 那麼 比丘有三不善絕法 又講到不善絕 那我們說這個不善絕 後來講到八種 那最初都是講三種 貪絕 會絕 害絕 那麼此三絕由想而生 就是由不如理思維而來 就是由這些錯誤的 就是想法 就是思想 我們說由不如理思維而來 雲何想 想有無量總想 一般我們講色受想形式的想 一般我們說到的受 基本上就是苦受熱受 不苦不熱受 不過我們說 真的要講也有無量受 那想比較沒有特別規範 我們比較就是想去就是印象 一種取向 那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所謂的 我想 人想 眾生想 受者想 我向 人向 眾生向 受者向 其實就是我見 他說有種種想 貪想 會想 害想 諸不善絕 種種不善的這些想法 從此而生 其實就是煩惱了 所以到底有什麼煩惱 後來的部派就有了很多 忌妒啦 慢啦 疑惑啦 什麼什麼什麼 有很多煩惱 大煩惱啦 小煩惱啦 那麼 比丘 貪 會 害想 貪 絕 會絕 害絕 那麼 這裡 這裡有兩個不同的 一個就是想 一個就是絕 但是他前面說 三絕有想而起 三絕有 你有這個想 你有才有這一個絕 絕 基本上 如果翻譯來叫做尋絲 就是 那麼你有想 如果這樣來看的話就是 色受想行 這個行也是心所的一個 那這個行 你決定要這麼做 決定這個心意很堅決 就是一般我們叫這個行 是施心所為主 那麼施 施有時候 就是尋施 有時候就翻作絕 有時候翻作絕 所以這裡有所謂的 三絕跟三想 那麼他應該都是一種新手 但是因為 因為受想行 那麼 受想 一般我們說 跟成事何而生處 處去受想施 如果這裡來講的話就是 你的這一些神力決定動發要造業之前的這種想 我們叫做可能就是絕 那麼 之後就造業了 那麼這種是由受跟想 由受而想而來 所以他這裡大概就 如果從這裡來講 他說 諸不善絕 從不善想來 所以就是貪想 會想 害想 那麼有所謂的貪絕 會絕 害絕 由於有貪想 會想 害想 那麼生出所謂的貪絕 會絕 害絕 那麼 這個絕後面就是造業了 大概是這樣 極無量種種不善 雲何究竟滅盡 那我怎麼樣能夠 我把這些煩惱 我怎麼樣才能斷除這些煩惱呢 就種種的這些想 它是簡單講是三種 那其實是很多種 那其實都不外乎這一些了 那這三種是印度當時就是習慣講這三種的 那麼他說 那到底我要怎麼樣才能夠 滅除這些煩惱 他說 於事念出細心 諸無相三昧 休息亦多休息 惡不善法 從事而滅 無語永進 那這個 他 這裡是從第一個試念處 第二個無相三昧 那麼對峙這一種 不正的尋思 那你要常常修 因為 從想身嘛 想就是像 所以你要 你要修無相三昧 那無相三昧 前面 後面一百二十八經 我看一下 一百二十八經也有無相三昧 一三七經是在哪裡 第幾頁 一百三十頁 一百三十頁 我看一下 有無相三昧嗎 因為他這個經號 有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對照 一百三十頁 對 這裡有 正思為三昧 但是這師父思為三昧 也是無相三昧 空三昧 無相三昧 對 這裡有無相三昧 一百三十經 我們再去對照就好了 等他講到這邊再來講 好 他說你要去修 一百一三七經 有無相三昧 這無相三昧也 蠻複雜的 好 那我們可以就是稍微寫一下說 對照這些修無相三昧 那無相三昧到底怎麼修 那後面這邊 一三零這邊 一三七經有 好 我們再往 再看 這個 換回來看這個 他講的 他說你要怎麼樣調伏這些煩惱 他說 於四念處細心 然後修無相三昧 修其都修其 惡不善法從事而滅 無與永俊 就是 基本上 那其實不管你修四念處 還是修五相三昧 重點都是要回歸到什麼 無我 重點是要回歸我 觀身觀受 觀心 一定是觀五應無我 觀法無我 其實就是觀一切法無我 就是觀五應無我 五應六處無我 來自於說六處 內六處外六處 一切境界 那你都不會 那麼 直取 不會因為此而起煩惱 這個 一定要歸結到無我 無相也是一樣 都歸結到無我上面 好 那所以他這裡說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把這一些 煩惱滅盡的 四念處 跟無相上面 休息多休息 惡不善法從事而滅 無與永俊 正以此法 善然子善於人 信要出家 休息無相三昧 休息多休息 住甘露們 乃至究竟甘露涅盤 我們還是稍微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他這裡講無相三昧 我們還是看一下一百三十月 先大概看一下就好 那這裡的空無相無所有 那麼我們看到中間 一百三十月中間那邊 他說 若比丘於空弦處 樹下坐 怎麼修無相三昧 因為我們是剛好這裡講到無相三昧 我們先看他後面怎麼講無相三昧 他說 你自己一個人 安靜的時候 那麼你去觀察什麼 色 無常 磨滅 離欲之法 那其實就是觀無印嘛 所以我們說 他佛法修到最後都是 觀察這個無印的身心 那麼無常苦 無我 那麼你這樣觀察 能夠觀察到這個無印的無常 無我 那麼心熱清淨解脫 這個是空 那空之後 那麼你還不能真正的離去這個無我 所以你觀這個色相段 就是色身相位處罰 這些一切相 那沿著彼者神力所對著外在的色身相位處罰 那麼這個叫做無相 那建一步觀 這個叫做無相 那麼建一步觀 那麼叫做無所有 斷這個貪稱 觀察這個貪稱吃 那麼這個叫做無所有 那其實這個是三三昧裡面 他的一種說法 那如果說無相三昧 空三昧 無所有三昧 他也可能是同樣都是無我 但是他這裡是做次第的說法 那這裡是講到所謂的無相三昧 好 那我們大概先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因為講到這裡的時候再來詳細講 我就翻回來 他說 那 那 這個無相三昧 休息多休息 住甘露門 乃至就近甘露涅槃 我不說此甘露涅槃 甘露是印度人習慣的說法 那麼就是不死 那其實佛法不講不死 佛法只講不生 但是隨順印度人的說法 就是隨順原來婆羅門 或是沸頭青的說法 就講甘露 那麼甘露不死就等於涅槃 這些佛法有生必有死 沒有那個不死的 沒有那個不死的 只有那個不生的 沒有那個不死的 但是 它的概念是一樣的 不死就是永遠不會再淪為受苦的 那所以用這個來形容 涅槃 所以叫甘露涅槃 其實就是 應該是無生解脫 但是甘露是不死的意思 就不死解脫 但是我們說 這個是借用它的概念 實際上佛法沒有那種不死的 依三見者何等為三 那這個很有名 這這段導師佛法概念也有引用 在講到無我的時候 世間的知見基本上 錯誤的知見基本上 有這三種 那麼一般都是講兩種 就是 就是 常見斷見 或是講 或是講三種 這個 集運我 禮運我 跟相載 那麼這裡是另外的三種 但是也不離開常見跟斷見 他說 他說 假設你修無相三昧 修四念處 那麼能夠得到甘露涅槃 就是能夠斷除一切 涅槃是把煩惱斷除的境界 因為前面在想 我有種種想 種種絕 有這種三絕 三不善絕 所以造業 所以受苦 所以才會從煩惱到煩惱 那你現在來出家 因為比丘吵架 你來出家是為什麼 就是為了要斷除煩惱的 那你現在要跟他講到 回歸正底 要怎麼斷除煩惱 要修無相三昧 就是你要觀一切像 無我 或是修四念處 從深受心法這樣觀無我 一樣 你要從無運上看 還是要從 從這個深受心法觀 其實也是無運 深受心法也是無運 那麼去修 你就能夠斷除一切煩惱 那他接著說 我不說此甘露涅槃 那麼你真正正涅槃的人 一定是什麼 你看他回到根本講 依三見者 我不說此甘露涅槃 依三見者 就是說 如果你存有這三種見解 你是不可能 斷除煩惱的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找到這個核心的關鍵 雖然你努力在調補煩惱 你是沒有辦法斷除煩惱的 斷除煩惱的根本 煩惱的根本就是我見 那麼你沒有 不管你怎麼觀無常 怎麼觀苦 怎麼觀無我 你沒有 你沒有真正正道 一切法無我這個概念 你在怎麼觀 你修戒修定修惠 你沒有知道 緣起無我的道理 有些雖然觀無我 他也沒有正道無我 因為他的無我是斷滅的無我 或是他的無我是真我 有些你像 像印度有一些哲學 他也是講無我 但是他說的無我 是沒有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我 但是有一個真我 一樣是有一個真我 所以 一樣是無我 但是你不要看到無我 就以為是佛教的無我 沒有 佛教的無我是 非常非斷的 是緣起的 此有故彼有的 此無故彼無的 他是這樣子的 但是一般 雖然講無我 還不一定是佛教的無我 好 所以他這裡講 我不說此甘露涅槃 就 煩惱滅處的境界 決定 不會存有這三種觀念 這三種見解 就是你的思維裡面 還存有這三種觀念 就表示 你是沒有涅槃的 就是你不能得到 真正的涅槃 滅盡煩惱的涅槃 因為苦是由夜來 夜是由煩惱來 煩惱是由貪嗔痴來 貪嗔痴是由我見我愛來 就是我 所以你斷了生見 就決定要斷 斷 就決定可以正涅槃 那斷了 斷了這個巨生我見 就決定不再 就決定正涅槃了 那個時候就叫做涅槃 那個 但是因為還有這個身體 所以叫做有餘涅槃 不過那個時候就正涅槃了 他說哪三種見呢 他說有一種見 就是印度人當時 就是佛陀時代 那個當時的三種主要的我見 命則是生 就是命就是生 這個命類似我們說的靈魂 類似我們說的靈魂 但是佛法基本上 靈魂的概念 有一點類似 但是佛法不認為有靈魂 但是有認為有所謂的意識生 好 那麼 但是也可以用靈魂來說 類似像這樣 他說靈魂就是身體 意思就是說 我有這個 其實靈魂跟身體是一樣的 所以當這個身體老了死了病了 燒掉了沒有了 靈魂就沒有了 意思是這樣 那這種是什麼觀念 這種叫做唯物論 斷滅論 所謂的靈魂 就是我這個身體的感知嗎 我有這個心喜怒哀樂嗎 我喜歡不喜歡 我想什麼 這一切都是因為這個身體而有的 等身體沒有了 靈魂就沒有了 所以命則是生 命即是生 我們給他一個說法叫做即運我 這個生就是五運生 那麼就是命則是生 靈魂就是這個身體而已 沒有其他另外有 這是第一種 我們叫做斷見 叫做斷見 第二種 命意生意 靈魂跟這個身體不一樣 離開這個五運生 有另外一個靈魂 這個是宗教裡面最常見的 宗教裡面最常見的 就是 離開這個身心的狀態 有一個靈魂 有一個靈魂 那麼 人死了 靈魂繼續游離 去投胎 那麼 或者不投胎 或者投胎 不一定 那中國比較沒有投胎的觀念 人死了就去做神 做鬼 類像這樣 或是生活在另外一個空間 就久泉之下 那麼 印度人是有所謂輪迴的概念 那麼就是人死了 有一個靈魂不跟著死 那他是永生不滅的 但是他會因為他的業 因為印度當時就有業報的概念 那麼他會因為他的業而受苦跟樂 但是有一個靈魂 有一個靈魂 不滅的靈魂 那麼 所以叫做命意生意 意就是不一樣 命跟生 是不一樣的 那前面就是一 後面就是意 命則是生 命與生是一 是同樣的事 命就是生 命即是生 這個是一 命與生是一 那這個命意生意就是 命與生是一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只是 就好像我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房子是房子是我 不過我就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只是這樣而已 我房子壞了 我就去住其他的房子 那只是這樣而已 房子不是我 我不是房子 但是 我們方便說 這是我的房子 但我不就是房子 這我的身體 我不就是這個身體 不是 這個是命意生意的概念 好 那麼這個是 一般宗教最常見的 是常見 那麼 所以佛法講無我 講無我 是針對多數 大概百分之九十的宗教 都是講這樣的 講這樣的 所以佛法講無我 基本上是 對自這個 對自這個 常見得多 真實來講 也不能講無我 無我 就沒有我了 他是緣起的無我 他也不是無我 非我非無我 真實來講是這樣 但是因為 從世間的語言來講 多數的人是 有一個常見的我 無我就沒有了 就斷面了 但是佛法 不是斷面的無我 叫做緣起的無我 所以 用另外一個名詞叫做 緣起信空 信就是自信 那是一種我的概念 是 信空其實就是無我 但是它是緣起的 就是 依因人而有 依因人而無的 那 它並不是 本來是有的 那變成我沒有 或本來是沒有的 現在有 後來又回到沒有 也不是這樣 那這裡 是命義生義的概念 就是沒有 那個我是 自信有 恆常獨一自主的概念 所以 沒有那一個不變的我 沒有 就是說 這個叫做無我 但是有時候無我 很容易變成斷面 所以它這裡講 命義生義 一般我們叫做 離運我了 離開這個五運 有一個我 前面叫做起運我 這個五運就是我 所以當這個五運生 毀壞的時候 我就不存在了 那這個五運生 不是我 我 我住在這個五運生裡面 或這個 五運生在我裡面 那這個又 延伸到所謂的相佔 那 基本上都不離開 常見跟斷見 不離開這兩種觀念 那麼 又做事說 現在有第三種 色是我 五二無意 長存不變 那麼導師在佛法概論裡面 有對這個做解釋 他說 這個第三種說法 是婆羅門教 那麼婆羅門教有一種概念 就是放我合一 是有情的我 跟犯的我 那麼 是 一樣的 就是它的性質是一樣的 但也不完全一樣 就性質不一樣 那你 後來修行 回歸到犯的裡面 那麼 其實就是 因為一樣嘛 所以性質一樣 所以能夠 小我進入大我 回歸到大我裡面 但是還沒有回歸的時候 小我跟大我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 因為性質是一樣 所以它能夠回歸到大我裡面 長存不變 無二無欲長存不變 那麼這個是 另外一種概念 就是犯我 有情的我 跟犯的我 犯 犯跟有情 凡夫 那犯在他們那邊來講 是 犯是完全親近的 犯的大我 犯的我是大我 那麼 有情凡夫的我 是小我 有情的我 這個是五運生的 五運生的這個我 這個我是小我 那麼 佛羅門教的修行就是 由小我回歸大我 那因為本質一樣 本質一樣 所以 所以它能夠 合為一個我 其實是這樣 但這種概念 也不容易明白就是 那這個是第三種 第三種 就是 色是我 其實說色是我 後面一定有受想形式 那麼 五二無欲長存不變 所以色等五運 就是真我 與真我無二無別是 真長不變的 那麼 它的意思是說 假設 你要斷除煩惱的根本 那麼 你要滅除一切煩惱 那麼決定沒有這三種 已經滅除煩惱的人 那麼 就是 你能夠得到甘露涅槃 就是 能夠滅除煩惱 得到涅槃的人 那麼 不會依這三種見 你只要依這三種見 你就不可能 正得甘露涅槃 你想要滅除煩惱 你就是滅除不了煩惱 你想要調伏煩惱 你就是調伏不了煩惱 為什麼 因為 煩惱的根本就是 我見我愛啊 你有這個我見 這個我見 包含長見斷見 那這裡講三種 那麼 但是不外乎也是長見斷見 長見跟斷見 都是我見 你認為它講無我 它還是我 它基本上 你只要有這 這三種見解 你就不可能滅除煩惱 因為你有煩惱的根本在 那煩惱的根本就是我見 我見分開來講 就是長見跟斷見 所以佛法叫中道 中道就是離兩邊 兩邊就是兩種錯誤 那麼長見跟斷見 那第三種基本上 也可以放在常見裡面 無二無一的 只是它是 常見裡面又別出來 有一個真我 跟放我 合我而一的這個真我 跟友情本身的真我 就是真我 它還是常見 只是它這個常見跟 友情自己有一個我 跟放我是不一樣的 現在這個真我跟放我 是同合合一的一個放我 但是它還是常見 所以它是在常見的一個裡面 所以你應該要離 常見斷見 你才有可能得解脫 就是你在調伏煩惱的過程 你一定要把握 不要從我見我愛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麼你去調伏 不是 所以多聞聖弟子做事思維 開始覺得 開始他要這樣想 你常常聽聞佛法的人 學習佛法的人 你應該要這樣想 常常這樣想 所以你怎麼想 其實很重要 如理思維 那麼世間頗有一法 可取而無罪過於 有沒有一件一個法 你執著而不會有過失的 那麼思維 你這樣想 你會發現 都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 沒有 只要執著就是過失 執著的當下就是過失 那麼我們可以再退一步講 有沒有一種煩惱是起了 起了這種煩惱而沒有過失的 沒有 只要起煩惱就是錯誤 有沒有說 我雖然起煩惱 但這不是我的錯誤 我們常常會這樣想啊 我雖然起煩惱 但這不是我的錯 有沒有一種煩惱 你起了之後 那麼可以很篤定的說 我雖然起煩惱 但這不是我的錯 沒有 只要起煩惱 當下就是錯 因為這是無悅無明嘛 一我進我而起煩惱的嘛 那只是說 你這個錯 不能完全由你來說 因為你受不了嘛 你沒辦法 但是 起了煩惱就是錯 所以 有沒有一種法 你執著了而沒有過失 沒有 罪過 你只要執著 你只要執著 你就會生起什麼 貪跟撐 執著本身就是吃 執著本身就是吃喔 沒有智慧嘛 有我見嘛 他就是吃嘛 無明嘛 無明就是沒有無我的智慧嘛 所以 執著的本身就是無明 就是吃 有執著一定會起貪跟撐 所以我們叫做貪撐吃嘛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嘛 他就做煩惱的根本嘛 所以 佛法推到最後 苦的原因是什麼 無明嘛 其實 其實是講這個 對啦 所以他就講 做事之以 就是 你沒有見到 取一法而無過失的 取色 取受想行事 我的感受 我的印象 我的想法 我的 我的決定 我的 我的 我的認知 這種種 一切 都以我為核心 做事之以 則於世間 則無所取 你不會再以我為核心 而是以滅除 這個我執 我見為核心 由這樣 無所取 無所取 則自覺涅槃 就慢慢慢慢慢慢 因為不起煩惱了 煩惱越來越少 越來越飽 所以 俄國就是薄貪生吃 他已經知道了嘛 他已經知道怎麼修了 雖然還會起煩惱 但是他已經學會控制煩惱 出國還會起煩惱喔 所以他 他的 他的修行就是薄貪生吃 他絕對不會認為 我起煩惱 世人都會起煩惱 誰遇到這樣 不起煩惱的 你講來給我聽看看 有很多人會這樣喔 我告訴你 就是你也會起煩惱 真太氣死人了 反正就很多 這我也見過很多 可是這個時候 你講不動他 沒辦法 那麼 所以我們 真的要修行 你一定要 沒有執著一法 而沒有過失的 沒有起煩惱 不是錯誤的 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 他講 無所取得 自覺念反 漸漸你的心不起煩惱 起煩惱 當下就是痛苦 當下就是痛苦 那麼 你再進一步 你讓我痛苦 我也要讓你痛苦 所以 就叫做 就叫做 這個 貪想 會想 害想 一定是這樣的 你 你進我三分 我進你七分 你欺我三分 我就 加倍還給你 反正就是這樣 人的習慣是這樣 那麼 這個基本上都是由我子而來的 好 那麼 無所取自覺涅槃 涅槃 涅槃就什麼 我生你進 就不再生死輪迴了 煩惱斷進了嗎 已經清淨了 犯恨於立 所做以做 應該修的都修了 那麼 自知不受有 不會再有生死輪迴 不再受後有了 好 那麼這個是 佛陀跟這一些 吵架的比丘 開示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他後面沒有講說 那這些比丘 這些比丘 聽了之後 那麼去修行 得解脫 也沒有講 好 那大家 合掌回向 願於此功德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